大家好 我是學長 歡迎來到硬派90秒 磨豆機是一個影響精品咖啡非常重要的器材 磨豆的品質直接影響了風味的呈現 而比較高端的磨豆機 譬如說小富斯磨豆機 卡莉塔磨豆機 他們單價都比較高 而且因為距離台灣比較近的關係 有很多代購 或是自己去日本提貨的這種情況發生 但是日本的電壓是100伏特 那台灣的電壓是110伏特 那相差10伏特 那對我們的磨豆機會不會有影響呢 對風味會不會有差異呢 好 學長學長來告訴你 實際上雖然相差10伏特 但是是會有差異的 主要會在兩個部分 第一個部分 首先不同的電壓會使得磨豆機的轉速不同 如果你是吃100伏特電壓的磨豆機 放在台灣使用 因為它的伏特數比較高 轉速就會比較快一點 因此風味會比較銳利一點 那細粉的比例也會稍微偏高 所以在風味上就會有所差異了 那學長其實建議 你都已經花了1萬多塊買高階磨豆機了 其實不太應該為了1-2千塊的價差 反而犧牲了你的風味 這其實沒有太大意義的 那第二點 電壓不同呢 機器損壞的機率也會比較高 畢竟原本的馬達是設計負荷100伏特的 那你今天讓它長期的在比較高電壓的情況之下工作 碰到比較硬的豆子 卡機的機率就會增加 對你的機器本身的壽命也是會有影響的 那從以上兩點可以知道 其實使用電壓不同的磨豆機 在品質以及機器的壽命上都會有所影響 所以學長還是建議大家 是購買有改成台灣電壓的正版的公司貨 是比較有保障的 當然也會有人說那我再買一個變壓器 把台灣的電壓降成日本電壓 這樣行不行呢 這個邏輯上面是符合的 但實際上變壓器也是有成本的 而且好的 而且穩定的變壓器也是接近千元 甚至超過千元的 算一算你也沒有省多少錢 而且你去日本自己提貨還沒有保固 而且還要拖一個長長的變壓器尾巴 還不如直接買台灣公司貨 省市簡單又保固 好 以上就是學長對於磨豆機去日本提貨的觀點 各位如果有任何問題 歡迎在底下留言 如果你喜歡這個影片 也請訂閱追蹤學長的頻道 那我們今天190秒就到此為止 謝謝大家 掰掰